刘先生最近和妻子刚好有事,就把两岁的女儿先送到父亲家里,让老人先带孩子一天可是就这一天,让刘先生和妻子与女儿阴阳两格。 刘先生的父亲平时喜欢喝点小酒,就在这一天,刘先生的父亲在喝酒的时候,自己的小孙女吵闹着也要喝老人,由于过于溺爱孩子,就让孩子也喝了酒。 喝完后孩子迷迷糊糊的睡着了,老人就把孩子抱床上也没多想,就出去了,等他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省人事了,老人急急忙忙的把孩子送到医院。 经过医生的抢救还是无力回天,孩子就这样走了。 刘先生和妻子赶到医院医生,告诉他们孩子,是因为酒精中毒而走的。 看着一身酒气的父亲刘先生怒吼一声,我没你这样的父亲,他的妻子更是已经昏死过去了,老人也流下了鬼喝的眼泪。 医生告诉刘先生,其实小孩子是不能喝酒,由于孩子体质不是很强,根本承受不了酒精的冲击。 孩子饮酒过多心者,小病一场重者伤坏脑子或者死亡。 小病在这里奉劝各位宝妈宝爸在照顾孩子的身上一定不能疏忽,不要让事情发了才会后悔,那时的你已经没有后悔可惜了,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。 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,而妙成不可挽回的错误。 以上呢,就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对本文有什么见解,欢迎关注,转发或者留言评论,图片来源与网络,如有侵权,请及时告知,我们立即删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